哈喽大家好 大家在打领带的过程中 不知道有没有出现这样子的情况 小剑比大剑要更长 那我们正常的领带打出来呢 小剑是要比大剑要更短 小剑是长在大剑的后面才对 那出现了小剑比大剑长的情形下 我们怎么样调整呢 我们现在有一个方法可以教给大家 小剑第一步 要把这个领带重新打过 第二步去调整它的长度 重新打过的意思是指 重新再打一次 那怎么样调整长度呢 首先我们看小剑比大剑要长多少 以我们这个例子为举例 我们小剑比大剑要长了一个手指的长度 这样的一个长度 那我们重新打过的话 先把右侧完整的冲出来 左边先别着急放开 左边在这个打结的部分呢 用自己左手的骨指和食指捏住它 把它松开 如果你打的结是正确的 那松开的是一个活结 怎么样调整它的长度 就在于我们先把大剑的部分 把它放长 放长多少呢 就是刚才一个食指的长度 好 刚才在这边 我们把它大剑的部分放长 大压小 我们重新打一遍 我打的这个结叫做单结 我叫做半温纱结 我叫做半温纱结 好 我们把它打好之后 抽上来 你看大剑就比小剑要更短了 打出来的长度呢 就是在于 自己的这个皮带的这个部分 就在你的腰线的部分 这就是标准的长度 这个就是调整长度 用这个方法 大家都学会了吗